传道书第四章 我又转念 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 看哪受欺压的流泪 且无人安慰 欺压他们的有势力 也无人安慰他们 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 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 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 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饿似的 比这两等人更强 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 和各样灵巧的工作 就被邻舍嫉妒 这也是虚空 也是捕风 愚昧人抱着手 吃自己的肉 满了一把 得享安静 强如满了两把 劳碌捕风 我又转念 见日光之下 有一件虚空的事 有人孤单无二 无子无凶 静劳碌不息 夜幕也不以前财为足 他说 我劳劳碌碌 刻苦自己 不想福乐 到底是为谁呢 这也是虚空 是极重的劳苦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劳碌 同得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别人 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祸了 再者 二人同睡 就都暖和 一人独睡 怎能暖和呢 有人公胜孤身一人 若有二人 便能抵挡他 三骨合成的绳子 不容易折断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 胜过年老 不肯纳贱的愚昧王 这人是从监牢中 出来作王 在他国中 生来原是贫穷的 我见日光之下 一切行动的活人 都随从那第二位 就是起来 代替老王的少年人 他所治理的众人 就是他的百姓 多得无数 在他后来的人 尚且不喜悦他 这真是虚空 也是捕风